曾经有一项调查,说儿童发生意外事故,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家里,而家里对于孩子们来说,最危险的地方恐怕就是阳台了,即使他爬不上去都有可能出意外。 瞧,画面上,惠州这个小孩,胖嘟嘟的小脑袋居然卡在了阳台护栏里动弹不得,爸妈实在没办法了,只好请来了消防队员。 昨天下午一点多,在惠州惠桓小区四栋四楼,一个三岁的小男孩的脑袋卡在了阳台护栏里,惠州仲凯消防中队接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。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,那个孩子的头啊,被卡在那个护栏里动不了,小孩子在哭闹,不断挣扎,然后他爸爸用手戳住那个孩子的脑袋。 由于小男孩年纪小,脖子又短,而且不时挥着小手挣扎,给救援增加了不少难度。 消防员先让孩子的父亲安抚好孩子的情绪,让他不要乱动,随后把液压扩张工具伸到男孩的脖子上面,腾出更大的空隙,然后让男孩把头慢慢缩回。 原来这个小男孩平时比较淘气,喜欢在阳台玩耍,事发时他趁父母在客厅,一时好奇把头伸进了阳台的水泥柱护栏里,不过幸好有惊无险。 感谢观看